这位是名讲的立委陈寅了 他是爆料外交部的亚太斯副司长林恩珍 先前曾经就当着来访的纽约外宾面前 称当地的原住民毛利人国王没有用 那么现在外交部还有一派林恩珍担任澳洲公使 也怒劈了 简直是丢进了台湾人的脸面 那么对此外交部回应 林恩珍是很优秀的人才 是不是有虚言的状况 还要进一步了解 堂堂外交部官员接待外宾进出言收入 民进党立委陈寅指出这官员不是别人 正是我方外交部亚太斯副司长林恩珍 院长有询问到 就是说那这个副司长在纽纪兰待了六年 那怎么就是都 怎么都没有跟这个毛利国王有接触过 那到底在干什么 结果那个司长回复是说 那毛利国王没有用 表示意思是说跟他们打交道是 就是说做外交是没有用的 陈寅表示林恩珍这番毛利国王没用的话 虽然当时是用中文说 但偏偏来访的毛利国王幕僚长朗基西罗亚 听得懂中文 对外宾来说相当失礼 而陈寅更加码爆料 林恩珍糗事不止这一桩 跟这个国王办公室的成员讲说 这个他有邀请 有跟这个国王的孙子 有一些接触 那也赞扬这个孙子中文讲得不错 结果呢 影片里面的这位男子 大概至少 大概年龄介于50到60岁之间 可是呢 国王他目前只有一位三岁的孙子 这不是陌生而已 这根本就是巧不起 作为资深外交官员 国际交流场合却搞不清楚状况 频频出手 接下来林恩珍还将赴澳洲担任副大使 引发质疑这人选恐怕很不恰当 外交人员代表国家门面 做出这样的事情 讲出这样的话就是国家丢脸 对于林恩珍实验风暴 外交部紧急灭火 还特地强调林恩珍是优秀人才 但除了林恩珍出包惹议 我国驻泰代表也传出可能玄缺 原本外交部传出希望借重 国安局前局长杨国强军事背景 加强和东南亚的合作 让杨国强担任驻泰国代表 不过这头都还没宣示 杨国强却已经向总统蔡英文 以家人健康为由请辞 东协纽澳国家外派频传坏消息 对大推新南向政策的蔡英文政府来说 无疑是大受打击 欢迎新闻苏宇宽 黄云婷台北报道 对大推新南向政策的蔡英文政府来说 对大推新南向政策的蔡英文政府来说